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不跟自己过不去,一切都会过去。 人到中年,万事艰难,不仅没有可仰仗的山,也没有可以避雨的伞。 但大多数人的烦恼不是来自身体上的劳累,而是精神上的疲惫。 想活得更从容和自在,要学会为自己减负。 一忘了佛说,知足为乐,少欲为福,苦痛快乐各淡般。 此乃人生路,烦恼烦杂扰人心,或让心痴迷,学会将此抛天外,只剩快乐那一般。 懂得忘掉与知足人生幸福赶活的幸福的人,经常是善于忘记的。 他们不是真糊涂了,而是选择性忘掉一些对生活不舒服的事情。 于秋雨曾在《我的仇人名单》里提到了他的四个仇人。 他们利用权势剥夺了他父亲的生存权,剥夺了他的名誉权,剥夺了他妻子的工作权,对他的迫害超过二十年之久。 他把仇人们的姓氏用携因合成了一个名字,浅放丽莎,并默默把他们关押在心底。 每天晚上都带着仇恨入睡,让他变成了一个戾气很重的人。 直到有一次,他与幸运大师彻夜长谈,才选择与任何和解。 巴尔德曾说过一句话,为了自己,我们必须饶恕一些事,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,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。 忘了仇恨不是原谅上。 嗨,而是不再继续被伤害。 比如敏尚小学时遇到过一个音乐老师,那时他大约十一岁,学校组织歌勇比赛,他很荣幸被选中。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,一位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,铁青着脸转了一圈,最后走到他面前说, 毕书敏,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掉,不知是谁,现在总算找出来了。 原来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,现在我把你出名了。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。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,毕书敏再也没有唱过歌,甚至很逃避当众发言和演讲。 直到有一天,他在做谁是你的重要的他人,这个心理咨询时,脑海中静不由地浮现出那个长辫子音乐老师铁板,一森严的脸。 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,他放下了内心的怨恨。 那一刻,他感到无比轻松、猖狂,像是从符咒中解脱了出来。 大概在每个成年人心中,都有一些过不去的人和过不去的事,你越去咀嚼,越感到痛苦。 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话。 事事犹如书籍,一夜翻过去,人要向前看,少翻历史的旧账。 有时记性太好,未必是好事,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就让他随风散去。 烦恼不过夜,健忘才幸福。 小和尚问师父,有什么方式可以忘掉烦恼呢? 师父说,睡一觉就好了。 小和尚又说,这对我没有用呀。 师父说,因为你醒来后,却继续想着这些烦恼。 小和尚瞬间懂了。 人生有苦有甜,当苦恼的时候,如果总是揪着不放,那么人生的甜蜜就无法体现出来。 唯有忘掉那些苦恼的事情,才会感觉到人生的幸福感,才会用心去发现生活的乐趣。 人到中年,面临的事情更多更杂,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叫真,不懂得糊涂语的,那么整个人就会处于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,更加容易抑郁。 所以,我们提倡一半糊涂一半清醒的生活态度,生活不就是这样,没有十全十美的,学会忘记烦恼,才能活得舒心。 再苦的事情,再多的烦恼,都不要流到明天去,在睡一觉醒来之后,就要学会忘掉。 往自己伤口上一遍遍地撒盐,无论是怨还是恨,最终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 人到中年,善,放,是对自己最好的解脱和释放。 二,淡了。 有这样的一句话,一个人最大的痛苦,莫过于执着过去。 而最大的快乐,莫过于看淡过往。 凡是过往,皆为取张。 人不要在原地打转,要学会着向前看。 看过这样一个很受启发的故事。 英国前首相劳和乔治有个奇怪的习惯,总爱随手关上身后的门。 有一天,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,他妹妹经过一扇门,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。 朋友很纳闷地问他,你有必要把这门关上? 乔治回答说,哦,当然有这个必要。 随后,他微笑着对朋友解释道,当你关门时,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,不管是美好的成就,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。 然后,你又可以重新开始了。 当你抓着过去不放时,其实不经意间也困住了自己,学会将往事,心灵才能更好地轻装前行。 2020年初,眼科医生陶勇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医闹事件,因为不满术后的恢复情况,竟然带着菜刀去医院砍伤了他。 他在ICU待了整整两周,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经历如此之暗时刻,陶勇没有沉浸在悲伤愤怒之中,手伤好了之后仍旧坐诊治病救人。 好友理论问他,如果幸福指数百分之一百分,你给自己的现在的状态打多少分? 陶勇说就是八分。 这个数字让理论十分诧异,因为这个问题他问了很多人,很少有人超过八十分的。 恰恰是陶勇对过去的释然,才让他从痛苦中勇敢地走了出来。 玛利亚·罗宾森曾经说过一句话,没有人。 可以回到过去,重新开始,但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,创造全新的未来。 或许每个人都曾有一段不堪重题的经历,无论好是坏是,终会变成往事。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,去年的雨水也打不失今年的形状。 让过去留在过去,该来的才会来。 三放了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,休邪将牛爱国和纺织厂女工庞丽娜是一对夫妻,他们十年如一日地穿梭在严禁的事情和物系里,按部就班地过日子。 直到有一天,庞丽娜和婚纱店的老板蒋酒混在了一起,并跟牛爱国提出了离婚,但牛爱国死活也不肯离,甚至也不让他去见自己的女儿,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去折磨庞林。 再后来,实在没有办法的。 庞丽娜竟然,选择跟蒋酒私奔了。 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,牛爱国准备将两人抓回来。 父亲叮嘱他,人找到了不要动手,毕竟你一手抵不过四拳。 但牛爱国却说,放心,我没打算真找他们,既然人都跟人跑了,找回来还有什么意义? 我出门假装找半个月,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后来,他在火车站附近碰到了带着行李的庞丽娜和姜炯,当挺着大肚子的庞丽娜站在他面前说,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,你说咋办? 你想杀我就杀吧,我这一走,老四也不会回来。 没想到,牛爱国竟然淡定地回道,别走了,咱们离婚吧。 这几天我也想通了一个道理,日子试过以后,又不试过从前,咱俩都别闹心了。 也许我们都曾经被辜负过,或者是错爱过一个人,或者是错付过一颗心,面对伤害和背叛。 不必,彼此为难。 许多伤害本来就是一次性的,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允许,你的执念,它才像一把锯子,不断在你的心上拉扯。 而紧紧握着那锯子不放的人,其实是你自己。 你以为纠缠不放是对他人的惩罚和折磨,但当你拖拽着对方不准他走时,你自己也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。 学会及时放手,才能有新的开始。 罗斯福夫人说过一句话,除非你愿意,否则没人能伤害你。 人生大部分的苦楚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 当你不再跟自己过不去,一切都会过去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